工作人員忙著將胡椒餅放進烤爐 動作得加快 因為排隊的人籠已經將近100人 拍兩點多千 請吃 這裡是苗栗苑裡圍公路 一年一度的鬼門關夜市 13號登場 中午過後 許多攤商忙著備料 準備迎接遊客的到來 我們準備2000斤的西瓜 然後今天天氣很好 希望大家都聲音很好 今年點燈的裝置藝術主題 是運用彩色水母燈與稻草編織 呈現月里地區山海豚的意象 五十多年歷史的夜市活動 過程波折也是不少 政公署委外廠商與市場自治會 對於投保公共意外顯看法不一 一度宣布停辦 因為有太多攤商要求續辦 兩個單位協調後 先後宣布各自舉辦 風雨已經過去了 帶動我們燕尼的繁榮 越是越辦越好 好事成雙 希望大家可以開開心心地來逛夜市 鬼門逛夜市二合一規模變大 攤位從去年的三百攤 今年增加到四百攤左右 整條馬路飄散美食小吃的香氣 選擇也更多元 這麼多攤位可以逛到晚上 滿期待 警方預估逛夜市的民眾上看一萬人 中午過後封街進行交通管制 就希望這個鬼越普渡的民俗文化活動 能夠平平安安圓滿落幕 華視新聞林建峰 小一月SNG小組 台中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